阿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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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沁 今天我們來做一道非常多人 驗濾度很高 非常喜歡吃的 黃金泡菜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 我自己餐廳裡的秘密配方 裡面有兩個秘密武器 跟著阿沁的腳步 一起來製作這道黃金泡菜吧 想要每天看到阿沁最新的料理影片嗎 学做料理前 订阅阿沁师YouTube频道就可以咯 按下左上角订阅 阿沁选用的大白菜是 那大白菜我们在菜市场里面 你大致上会看到有三种 第一种是台湾大白菜 又称包心白菜 那第二种就是我手上拿的山东大白菜 那第三种叫韩国大白菜 它的外叶会比较偏金黄色 你在选用这大白菜上面 你可以用山东大白菜 也可以用韩国的大白菜 我们先去这个菜市 它比较绿的地方我们把它剥掉 这里把它剥掉 准备一个大的器皿 这这么大片我们直接这样折对半 然后这个再这样折 差不多这样的大小 那我们开始放进去 做杀青的动作 我来分享一下撒盐的这个美感 我们要一边铺一边撒 一边撒一边撒 这样子夹成式的 它才会足够的杀青 让这个泡菜可以足够的脱水 今天我加入了一些些的白糖 让这个在杀青的过程中 有一点糖去中和盐的死咸 我这盐我是下四大匙下来 加入一大匙的白砂糖 和匀一下 我用这个大匙一半 我先撒上来 我们再继续第二层下来 第二层我们就可以直接一尺了 为什么第一层我要半尺 它在咽的时候它会一直渗透下去 到最下面它会最多 所以我们下面的这个盐量 我们少一点 均匀的撒 像我这样均匀的撒 再来我们开始再剥 我再下一大匙下来 最上面这一边 我们再下一大匙 那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袋子 塑胶袋或耐热袋都可以 我们给它放着 准备一个大型的器皿 再加水要去压它 时间最少要抓 30分钟起跳 把菜汁完全的把它给逼出来 这样菜才会清脆清甜好吃 大白菜在撒清 那我们先来做黄金泡菜的黄金酱 那这个黄金 大家要知道是加南瓜 菜市场最常看到的就是金龟 第二种就是我手上拿这种栗子南瓜 那如果你买不到这个 你也可以用金龟来制作这道也可以 还有一种是 它的皮全部都是 这种橘黄色的 那种南瓜也可以 我们南瓜先去头尾 我们再来削皮 剖对半 我们要把它里面的这个芝蛊抖出来 这样子把它切片 我们用一点红萝卜的颜色去中和南瓜的金黄色 它的这金黄色会更漂亮一些 苹果呢 它有一个苹果的香气 还有那个苹果泥 把这个我们的黄金泡菜的酱做得更有这个水果的风味 稍微给它切个片状 因为我们待会要把它打成汁 今天有两个秘密武器 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 就是香蕉 它们发酵的这个力道 对于说我们在做这个黄金泡菜的时候 它会发的更好吃更香 那个酸度也会来得很棒 打成泥之后 滑滑的口感 我们拿来做泡菜 我就是要那个酱它的滑顺感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剥下去就好了 蒜头我们也跟着下去 我们要用油炒一下南瓜跟我们这个红萝卜 我加入两大匙的油把它炒软 这样子待会它下去打的时候 第一比较好打 第二你有炒过的这个食材 它的颜色会更漂亮 会更鲜艳 这个黄菜头有香味 所以我们红萝卜先炒 全程中火不能大火 我们只是要让油跟萝卜 把它炒到稍微软 颜色有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我差不多炒了三分钟左右 你会发现我的油已经变金黄色 这个代表说 我们把这个红萝卜里面的红萝卜素 它有慢慢炒出来 红萝卜你把它炒到稍微再软了 我把南瓜给加下来 一样中火 这样子两块把它拉 来那我在炒的时间呢 我炒了六分钟 一给它剥它就开了 这样就是熟 我们一定要把南瓜炒到熟 才有办法下去做泡菜 你如果没有把它炒熟呢 你的泡菜吃起来有一个南瓜的香味 泡菜里面有一个淡淡的香气的东西 就是香油 加入两大匙下来 我们的白菜在没有油的状态下 再吃一点会更香 尤其你在做这种泡菜 你一定要有一个滑 那我的滑我就用香蕉来取代 再来呢 适量的油脂也是要够的 炒个20秒发现它香气已经出来 好 这样就可以关火了 那我炒好状态就像这样 倒来下面这里 然后一定有人会想说 蒜头那不然就像它叉叉了 你还没炒之前 它味道是呛辣 那你炒过的时候它会比较温和 变个蒜香 可是我们在做黄金泡菜 因为我们是开胃 开胃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呛 或是微微的辣 这样你的泡菜才会是成功 好吃的泡菜 来 那我们的白醋呢 是加入200cc 那我加入的白砂糖是六大匙 我加入这个细的辣椒粉 二分之一匙 我加辣椒粉的用意是 第一颜色 第二我要让它吃起来 有一个微微很特殊的口味 就是因为我有加入辣椒粉 再来就是刚刚所讲的 第二个秘密武器 花生酱 那我用花生酱是甜的口味 而且是没有颗粒状的 一大匙下来 准备一个搅拌棒 如果你家里有搅拌机 用打成泥状也可以 来 料打好之后 我们补一点盐 二分之一小匙 那盐下去之后 我们再稍微打一下就好 OK 非常精华 大白菜腌制下来 已经打半小时 稍微敲拌一下 盐加一点点的糖 我们要全部把它运用在大白菜上 要让大白菜的脆度 完全再展现出来 我们再均匀的把它撒上去 像我这样再简单的腌装一下 泡菜最重要当然第一个是我们泡菜的酱汁 味道有点好吃 再来 成败在于 有没有杀青的好 爱吃吃起来才好吃 我们再把这个放回去 我们把这个水倒回去 我们再继续 20分钟 现在总共是腌50分钟 已经杀青的很完整成功 我们现在动作呢 先把这个杀青碗里面的 这个蔬菜水先倒掉 好 我们稍微抓一下 它这个杀青碗的蔬菜汁 跟这个盐水 我们先把它给 完全的挤出来 待会再做清洗的动作 这样子你的菜才会好吃 清脆 而且不会太咸 大概抓三到四次就差不多了 我再准备了这个水 把里面的这个盐分给洗掉 这样子你腌出来的 这个泡菜才不会影响到 我们这个口感 用我们手把它拧干 放来这里 处理好之后 我们要加我们黄金酱在里面 我加入了这个洗米杯 三杯的量 我们留下来捏一下 那腌好之后 找个东西来放 先一点点的酱打底一下 白菜均匀的放下来 我们上面再补一些 用这个保鲜膜把它烘起来 一定要封紧 我们要让它在里面 可以这样子完全的去发酵 好 我们先这样放长温 先一个小时 再放冰箱 让它低温慢慢发酵 至少要放一个晚上 最好吃的状态 会大概在第二个晚上的时候 是最好吃的 黄金泡菜已经完成了 白醋它可以使香蕉 苹果它不会黑 然后加糖 可以把它的这个养分 跟它甜味锁在里面 你的黄金泡菜 绝对不会变黑哦 我们的黄金泡菜已经完成了 我们这个菜心菜梗的地方 这个很脆 听一下这个声音 你加起来 烤烤烤 就表示你做成功 菜叶的地方不能烂 嗯 连我菜叶的地方也是脆的 今天的黄金泡菜 不知道有没有学起来呢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让阿清知道说 今天影片你会喜欢 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